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时候 慢点 慢点 等好久了吧 再不来我就走了 那你走啊 寿司呢 没带 我不信 不是放鸽子吗 我也放你一次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我跟你吃安饭 我还得回去继续加班呢 像我们这种助理律师啊 时间和金钱都掌握在上司的手里 怎么这么用功呢现在 那当然了 上车吃饭 怎么样 都是你喜欢吃的 你不是说只有效率低一下 和马屁精才加班吗 你什么时候变成马屁精了 你才马屁精 像我们这种助理律师啊 如果不把别人休息的时间 用来工作的话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慢点 够努力的呀 识别三日发目相看 没办法 大家都这么努力 程宇慧能做到行业前五 不是没有道理的 程宇慧有很多师弟师妹 要我跟他们说一说 照顾照顾你的 对啊 程宇慧你认识吗 她好像就是华仲的 她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 也是家庭部的首席 好像是比我第几届的学妹 你今天认识啊 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学妹脾气有多差 我们都在背后吐槽她 都说什么了 独裁 专制 固执 为达目的不外修 她有个外号叫定书姬 定书姬几个意思啊 定书姬你不知道啊 她吧 只要咬住一个案子 一口两个走 两口三个走 定书姬 比她大学的外号好听多了 她大学的时候叫什么 防暴拳 对 我说你这一句话 你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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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各位 周六模拟庭啊 大家给我认真复习啊 别让我抓着把柄 那他让我闻到 一点点漏洞的味道 我都不会松开啊 好好复习啊 你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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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暴拳也太难听了吧 还不如丁书姬呢 对了 你知不知道她有什么喜好 或者是雷迪亚 我可不是马屁精啊 我就想多了解了解她 然后避免彩零 我跟她不是很熟 不太清楚